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讨论到说 从这个1.126的选举一直到现在为止 好像社会上面还有蛮大的一股声音是 不太满意这个执政党 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国政基金会 它所做的一个最新的政党支持度的民调 果然民进党掉到20了呢 国民党超越了呢 21.9 不过民众党6.9 好这个要请教一下楚音 所以当这样子的操作从1.126开始 果然国民党胜了啊 然后一路操作下去 那总统大选民进党怎么办 民进党如何能够保住中央的执政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为什么 从败选到现在 那么党主席请辞 那么现在赖清德副总统也愿意 就是来承担这个党内的新的状况 这新的局面的一个改革 那么他去领表 那么准备要来选党主席 因为其实我相信这个在选完之后 我们面临的这一股所谓的挫败 我相信有些人应该是这么认为 就跟2018相比恐怕是不相上下 甚至于更惨 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中央执政 那么面对这个六年多七年来的执政 确实是有一些包袱的 包括你说我们要面对的疫情之后 不论如何大家经济上面 有些产业上是受到影响的 可是只是一年出头的时间 怎么扭转大家讨厌民进党这样子的 我会想不容易 我坦白说不容易 那么在整个施政当中 确实是还要再更有魄力 或是更有一些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包括很多媒体 或是我们党内开始有人在讨论 内阁要不要改组 那改组的幅度要不要大 因为我也必须讲 执政久了有一段时间 民众会觉得烦会觉得乏 这个我们从2018年高雄变天 你就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你说民进党在高雄做的不好吗 可是在一轮的选举操作 甚至在解说说不清的时候 民众会有种说 我们就来变一下变一下看看 所以这个确实是长期执政 或是执政时间长的时候 会面临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口味啊 吃很重 就是要一直很新的感觉 是然后变换要快 要跟上这个速度 那其实你在选完之后 马上做的这些民调当中 我也看到很多民党支持者 send that 然后不想表态 甚至于他接到民调电话 他不想要回答 都有 那甚至于说他决定隐藏 他的这个所谓的政党支持 都是有的 那么对我们来说 确实啦 怎么样利用这个一年多的时间 要如何再重新建立起 民众对我们的好感度 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的确我们要看下一张 因为现在挑战从来没有却步 不断的来不断的来 新的这个挑战对于执政党来说 是小三通到底要不要开 因为现在看起来中国的疫情 似乎又升温了 那么国民党强烈的要求说 不行小三通一定要开 所以就引发了一些讨论 就说如果你不开的话 是不是就阻碍了台湾人要回家的路 可是如果你一旦开放的话 中国的疫情又升温 那会不会两边很难兼顾 这个我没有要请国民党回答 我们要请一下中立的一中 你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才会这个哇面面俱到 让台湾人觉得满意啦 现在因为你执政败选 所以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过去他像之前在做那些 刚刚大家回想2020年那时候刚开放 刚COVID-19出来的时候 政府也是强制的就是 用比较严格的限制为了保护国人 那那个时候大家是比较支持政府 那时候刚胜选气势 现在刚好相反 你现在因为你输啊 所以现在谁就在国民党那边 所以你看陈运政他们去厦门 他们回来了 然后现在是说要开放 其实这个时候政府有两难 你如果真的开放 那万一真的发生什么 比较像当初2020那个抉择 2020当初政府是选择不开放 后来保护了台湾 可是现在如果你现在选择了开放 那接下来如果进来事情变大条以后 那这比较 因为你是执政党 当然是你全部要负责 那你现在不开放 你还是要用比较紧缩的态度 那他现在就说 你看很多台商回不来啊 就是无法返家啊 你懂意思吗 所以现在对执政当局来讲 他变得很两难 很多事情像这前阵子那个食品的事情也是一样 中国卡我们台湾的食品 那也是一样的情况 那有人就说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民进党来讲 他现在真的面临一个很大的关卡 那对国民党来讲反正他就做闭上关 因为他现在不是执政党也没差 他就是那边 就是你反正你怎么样你都不对啦 所以我觉得 所以现在这个势头在国民党那边的时候 平常讲政府我觉得最后只能折中 就是说可能就是你也不能像过去2020那时候就是很强悍的全部都挡下来 你可能必须适度的给一点 不要说舔头给一点路 不然你如果一直这样打下去的话 你国民党就拿着轻 对可是现在那个为难的地方就在于说 因为中国现在也这个因为白纸革命嘛 所以他们现在比较松了 比较松了之后他们的疫情其实是一直在往上 因为到处都在抢药 抢退烧药 抢感冒药 然后有很多的画面都被流出来 哇这个医院人山人海甚至那个火葬场也在排队 我补充一下中国现在就是进入所谓的COVID-19 那个所谓的那个爆发期 对对对 因为他们现在上升 每个国家台湾也曾经走过 我们今天四五月也是走的这一波 所以中国现在刚好就是进入这个暴风期 就在这个准备往上走 而且人口又多 在这个moment底下 你现在选择开放 你不就是等于就是把他的那个东西都吃进来 可是我刚刚讲 你如果现在都是还是用全党的话 那你我跟你讲 国民党又拿烙枪 他就黄黄毅在那边敲锣打鼓说 开商回不了家 民进党没有人性 要过年了 不让国人回家 所以孟凯这其实是你们这个国民党看准的这个时机 因为人家正在往上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我们对开放 这个很不合逻辑 因为我们讲的小山通 是要让我们的台胞台生台商回来 那中国大陆他们现在还是有管制 他们的观光人口出路 所以说并不是说开放这小山通之后 哇中国大陆的人就一涌而到台湾 并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现在农历过年只剩一个多月了 我们讲是说台湾民众要从 在大陆打拼的台湾民众要回来台湾过年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是他可以坐飞机 比较趋缓的 对没有错可以坐飞机 但是现在飞机只有四个航点 分别是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 从北到南就只有四个航点这样子来开放 也因此很多中国大陆它的这个浮原辽阔 或是回来的时间非常的麻烦 再者我们问交通部 我在交通委员会问交通部 我在内政委员会问陆委会 陆委会交通部的时候讲说 我们都准备好了 技术层面绝对没有问题 随时都可以开放 那我请教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疫情 或是因为相关的话 台湾过去也两年多三年的时间 我们难道没有 我们都已经进入到后疫情时代了 我们当然可以更理所当然的 来跟全世界做这个交流吗 你看现在街头很多人来到我们台湾 也没有戴口罩了 很多观光客 所以我们现在讲其实是说 以站在人性人道的角度 台湾的民众要回来台湾的话 小三通是一个安全回家的路的其中一环 我们当然更希望是说 航班 航点 航站 以及小三通都可以逐步开放 但是先决条件是什么 你也要有计划性的讲这个时程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只有一个多月 行情的状况无法判断的时候 你很难去设定一个旗程吧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台湾的民众回来 那还有就是现在 如果说您最近有出国的话 你就知道说回来台湾 我们政府不知道是因为之前 快筛买太多还是怎么样 回来台湾每个人送四支快筛 你知道吗 也因此如果说 回来真的有什么状况 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 没有错 但是现在是一个人送四支快筛 所以说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 你还是有相关的规定 那你没有走小三通这一条路 你是为我们所有人回来台湾 我现在给主任讲解 我们知道我们的意义是说 我们把它在台湾之后 因为现在说我们不是盖牌的状况 没可能再流行 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就是现在疫情 如果透过这样的管道通了之后 会有蔓延的阻力 那要把这样的状况 我们交叉孩子 我们将在台湾新泽 他们应该这样的状况 我们现在就有什么产场